美国总统乔·拜登和意大利总理 焦尔吉亚·梅洛尼7月27日在白宫会晤 讨论了增加两国贸易的可能性 拜登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贸易不能增加 而梅洛尼表示他同意与美国增进贸易的可能性 梅洛尼是意大利的第一位女性总理 于去年10月上台执政 并在计划意大利2024年担任七国集团主席国时 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信的角色